遠景破窗爬進屋內 男子喝醉酒還在睡 看見遠景上門一臉茫然 犯案用的屠刀就大喇喇摆在客廳裡 男子這才終於坦承自己的荒唐行徑 前一天晚上他與被害人在空地發生扭打 甚至持刀朝著對方臉部連砍三刀 最後開著小貨車離開現場 被害人滿臉鮮血打電話報警 被害人臉部傷勢嚴重 眼球受傷甚至鼻子被削掉 還有失明可能 意思還清楚嗎 意思還清楚 但是他整個就有一直在吐血的狀況 原來這名52歲成績男子是市場豬肉飯 不滿在酒店上班的同居女友 與被害人交往密切 酒後促進大發持屠刀朝著情敵臉部連砍三刀 幸好人沒有生命危險 恐怖情人無法挽回女友的心 反而被依殺人未遂罪前重辦 記者彭俊明 苗栗報道